正在施工中的桃園捷運綠線 日前舉辦投票 邀請市民一起來為新站命名 沒有想到時候桃捷公告呢 其中不少站民都沒有采納票選的結果 更有四個站都用中正命名 讓桃園市府IP是不是要跟紀念 先總統講中正有關 桃園捷運綠線命名結果出爐 但是七個車站新站民 並未采納票選第一結果 其中四站因為設在中正路上 都是以中正來命名 桃園市民的觀點不同 桃圭綠線目前還在施工中 預計二零二六年北段七個站 會先通車 桃圭公司開放民眾票選 站民 其中包括桃園夜市 藝文特區 河底 盧竹等四站 是民眾票選第一的站民 結果市府公告站民全都被捨棄 四個新站民都出現中正 瞬間觸發再也返獎的敏感神經 桃園夜市 它並不是一個永久桃園夜市的位置 將來若干年後有可能遷移 那你總不能桃園夜市遷移走了 就把這名字也改掉 另外一文特區跟旁邊的一站 太近太近了 所以我們把兩站的名字合併 張善政表示捷運站民最後定案 都經過評議委員會審查通過 各站命名頻繁出現中正 是因為捷運站的位置就在中正路 或中正北路上 張善政強調這是各地捷運命名慣例 沒什麼好奇怪 也請大家不要多想 記者王小華 桃園報導